现在,中国正在为北京举行的又一次奥运会倒计时 这次是明年2月开幕的冬奥会 而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 正在考虑是否与盟友一道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问题时做此表态 他说,我们愿意就是否与盟友联合抵制展开进一步讨论 协调一致的行动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 也符合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利益 2022年的冬奥会总预算估计为30亿美元 中国通过重新利用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一些标志性场馆 包括再次在鸟巢举办开幕式和闭幕式 以及将举办游泳比赛的水利方改为冰湖比赛场馆 压低了预算 户外滑雪比赛将在首都西北的延庆 和张家口举行 现已开通的新高铁线 将赛场通往北京的行程缩短至不足一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